在美聯分區系列賽第五戰 底特綠老虎跟克里夫蘭守護者一絕生死 守護者的湯瑪斯在舞局下 敲出了石破天津的滿罐砲 打的還是美聯投手三冠王史庫博爾 守護者最終是以7比3贏球了 底特綠老虎跟克里夫蘭守護者 進行美聯分區系列賽第五戰 誰輸誰淘汰 台灣時間轉播是半夜 但這把滿罐砲 讓我們的主播球評嗨起來 這把滿罐砲苦主是老虎王牌投手 他是地心賽勝投三陣防禦率 美聯投手三棍王 而事實上他五局下首度失分 是他最近二十八點二局所掉的第一分 也是本季季後賽掉的第一分 而老虎也不是沒有挽回的機會 七局上追平分站上打擊區 輪到的還是這天 有兩隻惡里安打的老虎打者 史本斯特克森 那真的是進好球袋了 棒子呢是完全被動住了 老虎隊在第七局的攻勢 還是追回了一分三比五 還有兩分過關 氣到摔頭盔 因為老虎連續兩名打者遭到三陣 結束七局上半的攻勢 追平不成 前面打出滿罐砲的 Land Thomas又來增加難度 在分區系列賽 守護者不僅在第五戰上演逆轉勝 先被得分後以七比三贏球 率先被聽牌的他們 也連續拿下兩場逆轉晉級 挺進美聯冠軍賽 將碰上紐約洋機 華視新聞林文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